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英联军空袭也门 胡塞武装称已制定报复性袭击目标清单 我们有试图了解决这个 随着很多国家的呼吁 一个国家的呼吁 两个星期间的呼吁 他们的呼吁继续持续 不得了解决 由于自己的呼吁 和战略的呼吁 在地图上 他们在我们和其他人 但同时 会发展到战争 在战争的战争 和南亚 洪海危机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新时代的中东烈衡 越野越深 空间视角 依然中东洪海局势变幻 纵观全局 看全球各地区形势如何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 大家好 我是李伟 欢迎来到空间观测 红海的战火 有快速向周边地区 蔓延的趋势 好 我们看看今天的题目 红海导弹 漫天飞 那么台海军舰来回追 就是说现在红海这么乱 但是美国呢 它的军舰呢 又跑到台海地区来搅局 他们要干什么 我们看看我们的 卫星记录的一些东西 空中的摄影 我们先说 现在伊拉克境内的 这个埃本尼勒 这个地方 有一个摩萨德 摩萨德是谁呢 以色列的特务组织 它的一个间谍总部 挨炸了 挨导弹炸 炸成这个样子 看炸得完全给炸塌了 旁边的房子还很正常 就这儿炸得一塌糊涂 而一公里以外呢 就是美国住这个地区的领事馆 一公里以外 一公里多以外 是美国领事馆 证明这个导弹非常精准 我知道你那儿有领事馆 但我就不打你领事馆 打你旁边的 以色列的特空组织 这是在伊拉克境内 发生的事情 那导弹是谁发的呢 导弹是伊朗发的 你要这事情起脚吧 那么伊朗发这个导弹呢 可以体现 它这个远距离打击的能力 而且它不派飞机 就是导弹直接飞过去 人也不过去 我们看伊朗发导弹的位置 在这个地方 叫胡奇斯丹神 从那发的 然后它打的这个最远的距离 我们先说这个地方 其实伊拉克境内呢 它这个美国驻伊拉克的领事馆 离这个导弹 这个摩萨德的总部呢 只有一点多公里 然后呢 附近还有美国的一个基地 还有一个机场 还有一个库尔德族的一个大富豪 这个大富豪呢 叫迪扎耶 迪扎耶本人呢 跟以色列有合作 所以它那个爆炸的 虽然是一枚导弹 炸了以色列人 但是警告了中非所有的人 而且除此以外呢 还打了叙利亚境内的一个地方 看这么远 这个距离有多远呢 这个导弹是飞了1200公里以外 精确地打击了一个目标 就是说 伊朗认为这是一个恐怖组织 而伊朗认为呢 前一段在伊朗 搞得连环爆炸 跟这些恐怖组织 和这个以色列的特攻组织 有关系 所以它连打两个国家 这是 那么这个 它发射这个导弹 这是有史以来 伊朗用距离最远的导弹 打击了个1000多公里以外的目标 那么有人说了 打击叙利亚的目标 这是从伊朗发射导弹 打到这个位置 走了1200公里 那么以色列的特拉维夫 就最繁荣的那个城市呢 离这个导弹发射的距离呢 也是1200公里 是不是下一步 红海战场要发生 这个导弹互相打的这个过程呢 非常有这个可能 千万别说没有 千万别说没有 很多事情都想不到的 那么在这个红海的出海口 红海的出海口 这儿又热闹了 这个地区呢 停了好多的美国的军舰 还有航母 那么航母 潜艇 飞机一块儿轰炸 轰炸谁呢 轰炸野门的胡塞武装 那轰炸的地点是这么多的弹早点 这么多的弹早点 它打击这几个目标呢 主要是打击 胡塞武装的导弹发射架 就是摆好了那个导弹 它一枚一枚打 据说打了十几枚 导弹发射架都给机毁 还有雷达战 那么大家知道这个 这是红海 这是走苏伊斯运河 亚洲和这个欧洲 最主要的一个通道 就这么窄 你说这事怎么办吧 而对面这也有美国的军事基点 我们再看看 现在呢 我们的卫星呢 发现红海呢 美国的航空母舰 也就是艾森豪威尔号 艾森豪威尔号呢 在这个水域活动 被我们的卫星照下来 我们把它放大 可以看它的 它的这个相片 另外呢 就是野门这个地方的 这个国际机场附近的 一个空军雷达站呢 也遭受了袭击 我们看这袭击完了 把旁边这个植物啊 都给烧坏了 烧坏了 那么除此以外 我们看到一个建筑 这也是一个机场的建筑 这个机场建筑呢 原来这儿有个房子 很明显看见有个房子 到这儿呢 你看房子没了 这直接地冲着这个房子来的 完全是有目的地去袭击 可能是导航啊 或者是什么东西 还有的 在野门的北部沿海设施啊 北部沿海设施 我们看这儿一些房子啊 这儿一些房子 这是没有袭击以前 袭击完了以后 这就什么也没有了啊 完全都平了 这是袭击以后的相片 这个都是美国用多种导弹啊 有飞机投放的 有这个潜艇发射的 有军舰发射的啊 另外呢 还有机场的一个庇护所啊 庇护所看的是这种 简易的这种啊 这种金属盖的这种棚的啊 放飞机的 还放什么的 这是没有袭击以前啊 都存在 袭击完了以后呢 这里面的都没有了 这都没有都炸掉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伊朗不仅是打了 伊拉克境内的目标 叙利亚境内的目标 结果他还打了 巴基斯坦境内的目标啊 他打了巴基斯坦境内的目标啊 也是用导弹打的 结果1月18号呢 巴基斯坦越近啊 作战又袭击了 伊朗境内的目标啊 都说是要打对方的 这个恐怖分子 现在呢 这个中国赶快调节啊 看看这 你们两个兄弟 是怎么回事 要搞清楚啊 那么大家都是要维护 我的主权 国家主权的完整 但也门说 我们的主权 都被美国任意地践踏啊 这不行 所以也门呢 就不断地向周边的 这个美国的军舰 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那么美国呢 就是好 你要发射导弹无人机 我就报复你 就轰大你 然后以色列也没闲的 以色列是继续 跟黎巴顿南部的啊 这个争主党 发生军日冲突 然后以色列还继续加紧 轰炸加沙地带 这个粉红颜色 就是加沙地带 黎巴顿是黄颜色的 这儿很热闹 看见没有 整个中东地区 从红海到波斯湾 都热闹起来了 整个这个战火 有扩大的这个势头 这个是叫人非常不放心的 另外呢 美国的一双散装船 受到了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 这个船是这么走的 看没有 从这儿 这个红海往南走的时候 走的走的走 到了这个地方呢 它就没有信号了 它的信号就断了 信号断了 过了一段时间呢 这个船受到袭击 而且是 不是一枚导弹 多枚导弹袭击 那么它现在受损的情况 还不知道啊 那么这是 关键这个船的业主呢 是美国人 挂的旗子是别的国家旗子啊 现在由于这个红海地区 这么紧张呢 好多这个船 每个船都有自己的网页啊 他们的网页上面 都要标明 你像这个 这有一艘船啊 从这儿往过走啊 它就标明什么呢 标明说 本船啊 我们都没有跟以色列 有任何的合同协议啊 与以色列无关 这条船啊 又写的 我们船上全部都是 中国人当船员啊 这条船是从这边过来啊 从中国人当船员 这意思是 我们不惹事 你就别打我们啊 我们是和平共处的 哎 你看这个 这个很有趣的现象 另外现在 美这个美国情报部门认为啊 胡塞武装 可能要袭击附近的一个营地 这个营地在哪呢 这就是他这个 吉布提 吉布提 美国有个军营啊 那么 这是临时的居住的营房 这是永久的营房 这要炸了的话 这里面可真的有美国大兵在这住的啊 这还有特遣队的营房啊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这是还有一个机场啊 停机坪 那么 另外就刚才说那个 美国那个营地的 再往啊 往西走啊 往西走一百公里 十公里左右地方呢 有一个无人机的机场啊 这个机场呢 是专门起飞无人机的啊 起飞无人机 所以就这个MQ4 MQ9和MQ1啊 两种无人机 这是它的机库啊 所以可能机库也是它的打击目标 因为距离很近嘛 就十公里啊 离这个它的营地 所以既可以打兵营里的人 也可以打它无人机 那么 这个水域 我们刚才看到啊 这个水域 这就是红海的出海口啊 出来了啊 阿登海峡 现在呢 冒出一个军舰来 谁的呢 一个护卫舰 印度的护卫舰 印度过来了 说这这这不行啊 我这不安全 我这先看着 看着反正里头有美国的军舰 英国军舰 法国军舰 我先不过去 我这这给看着啊 需要的时候我都过去 这是印度也过去了 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 这个 这个黑海啊 黑海也很乱 现在呢 俄罗斯在一个地区呢 同击了20万的兵 很明显 俄罗斯最近有重大的军事行动啊 一个一个什么重大的突破口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啊 这个北约的空军 在波兰的上空啊 提供预警啊 如果大家知道 波兰下面这就是啊 这个乌克兰 那么它这个预警 在这个地方飞呢 其实就是监督啊 下面这块啊 作战区域 那现在美国还有啊 其他的飞机 无人机RQ-4啊 还有侦察机P-8A 都开始增强了在黑海的活动 因为他们预见到说 俄罗斯很快要进攻 而且北约认为呢 很快俄罗斯就要打北约 这不神经病嘛 你肯定北约是自己吓唬自己 俄罗斯暂时肯定没有那个能力 去打北约 先把这块收拾完了再说 对吧 但俄罗斯最近损失比较大啊 现在就是说有两架飞机 据说一天记录了两架飞机啊 这乌克兰说的 其中有一个A-50预警机啊 这A-50预警机打下来了 而且是吊的这个 吊的地面 另外这是个伊尔22空军指挥机 迫降了 迫降以后 你就看到它这个机翼尾巴上呢 这个炸的丹 都是弹片 炸的好多窟窿 这好像也不影响它飞机 那么都打成这个样了 我们再看看 我们这边有什么动作 炸的好多窟窿 解放军训练的时候呢 也没多多闪闪 因为在现代这个雷达监测系统呢 你多多闪闪也没用 都能看见 所以台湾方面呢 就报道了最近一段 这以17号为例啊 台湾现在报道解放军训练的 这个细节啊 它现在就是解放军训练的细节 它就像这一块啊 就是说发现早晨7点23分 到晚上10点37分 一进攻发现 主机和辅助机 就是掌机和辽机 以及无人机 一共19架次 在这个水域啊 而且从哪个机场起飞 是静江起飞的 静江起飞的啊 它讲得很细 还有就是从这个 晚上的7点48分 到夜里的22点32分 发现这个辅助机 就是辽机啊 一个 这儿还有发现啊 什么侦察的主机和辽机 四架次就非常具体 是从哪个地方来的 跟过去的报道方式不一样 过去是具体的线啊 现在是画一个区域 它不飙那么细了啊 另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军演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美国又在这儿做了挑衅 第一个是啊 美国有一个航空母舰 叫卡尔文森号 卡尔文森号呢 在这个1月9号离开马尼拉 为什么呢 当时在这个地区呢 他们搞了个联合军演 就美国和菲律宾 搞了个联合军演 军演完了 注意啊 我们中国台湾省呢 1月14号啊 有个选举事 然后这个美国的航母呢 就在1月19号 到这个时间呢 1月14号期间呢 就路过啊 路过 假装是路过台湾 其实是给台独分子注尉的 然后啊 就是到了参加什么呢 参加美日韩三方的联合军演 到了这个水域 这个水域就在日本的下面啊 还在韩国的这个南边 日本的南边啊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现在你就明白 为什么前一段朝鲜 就突然的特别的强硬 批评这个对 韩国啊 就采取更强烈的态度 为什么 跟这个 它这个联合军演有关系 因为这个联合军演呢 聚集了啊 等于是美国在这个水域呢 突然聚集了 三艘航空母舰 还有这个军演呢 提供了日本的两个 直升机航母 我们看一下啊 这些这个具体的情况 而且这是在台湾的东边啊 我们发现呢 这个是这个15号呢 台湾的一架侦察机呢 在东边活动啊 这个线呢 我们就标的比较细 就是它这个飞机呢 飞的详细的过程啊 还有它的航路啊 线路啊 非常的详细 那么这个 现在我们讲了 现在美日韩搞联合军演啊 美日韩联合军演啊 就在这个位置 我们现在发现啊 这里有美国的 卡尔文森号的航空母舰 作为这个旗舰 来指挥这次的联合的军事演习 而这个联合军事演习的船只啊 我们都做了统计 有很详细的记录 看啊 这就是我们统计这个台湾省啊 当时选举期间 在这个水域啊 就是我们的东边啊 集中的这个船有多少 就美国的航空母舰啊 这1月14号 还有驱逐舰啊 还有直升机航母啊 在这块 还有护卫舰一艘 再还有两艘护卫舰 再还有一个驱逐舰 后面还有一艘军舰 就这个水域 集中了这么多的军舰 打的旗号是到美日韩 在日本和韩国的南部啊 地区搞联合军演 名义上是要吓唬这个朝鲜的 所以朝鲜最近非常气愤 但其实是也是想给中国点颜色看看 而他们的行动的相片呢 也被我们照下来了啊 也被我们照下来了 那么现在短期内呢 在亚太地区 也就西太平洋地区呢 也就中国的东海这个正面呢 出现了啊 可能要出现三艘美国的航母啊 还有两艘日本的啊 这个直升机航母 三艘航母就是大家知道 里根号就长期停在日本 然后卡尔文森号 这是刚从菲律宾啊 跑上来的 然后现在从森迪亚哥啊 就是从美国的森迪亚哥港口呢 开出这个罗斯福号航母 也要赶到西太平洋号 西太平洋来 他们要干什么啊 现在嘛 当然是这两艘参加军演呢 主要是配合的 这个日本配合的是 初音号的直升机航母 还有日向号的直升机航母啊 这两个是参加 说到日本的准航母 我们要强调有一个 所谓的这种航母 就是直升机航母 有一个日本的叫 加赫号直升机航母 加赫号直升机航母 已经改装完 开始正式的海事 我们给它改造的特点啊 这个加赫号直升机航母呢 没有改造以前 它这是斜的 看见没有 斜的 所以它不能垂直直飞 一垂直到这儿 掉下去了 它不行 现在改造完了 你看它这个跑道 变成直的了 看见没有 它是直的直的直的 一直可以垂直 证明这个地方呢 原来是斜过来的 它现在给加的 加长了 这块给加长 所以它的加长的目的 干什么呢 就将来呢 能够滑行起飞 滑行起飞 就是固定翼的飞机 所以注意啊 日本的加赫号的直升航母 已经 直升机航母 已经变成了一个 这个固定翼的 起飞的航母了 已经不是简单的 这个航母了 好 我们看一个小片 在全球性危机的冲击下 如果碎片化的各自为正 各自为账 只会让我们这个世界经济 更加脆弱 即使中国经济在运行当中 也会出现一些波折 但是它长期向好的 总体趋势 不会改变 本来说 什么东西 都会把你主持续 有关的 说明 什么关系 关系的 inchinim 它们影响了 大专门 在世界上 我们很希望 让我们也许 也在我們的方式 也在參與 所以講戰爭與和平 就得要看美國 因為美國就是個攪局者 他不希望有和平 要講經濟發展就要看中國 這是達沃斯論壇的 所有人都關注中國人的發言 因為中國發言 就是鞏固現有的國際秩序 所以鞏固現的秩序 有來自外部的問題 還有我們自己內部的問題 所以矛盾是兩個方面的 但是有風有雨是常態 不管有什麼風雨 趕闖趕拼才能出彩 就趕闖趕拼一定會出彩 我們中國有成績 但是我們也面臨了很多巨大的挑戰 是來自外部的 也有來自內部的 還有結構性的 還有周期性的 我們先看一下達沃斯論壇的地址 這個瑞士達沃斯論壇 在這個地方 在我去過這個地方 就九十年代 我曾經也參加過達沃斯論壇 但是我是跟領導去的 達沃斯論壇呢 在這個大山裡 滑雪的雪場 很漂亮的度假村 但是現在達沃斯論壇 他們瑞士的旅遊局局長 很羨慕哈爾濱 說你不要廣告哈爾濱 也來我們這兒 可是你哈爾濱花幾十億 修的那個冰塵 三個月後就沒有了 你達沃斯是年年都這樣 沒點心意 你怎麼吸引人家 所以他靠經濟論壇還能吸引人 那麼我們看達沃斯論壇 那是冬季的達沃斯論壇 那夏季的達沃斯論壇在哪兒呢 所以全世界關心經濟發展的人 夏天去年呢 2023年的夏季達沃斯論壇在哪兒 在天津 在天津達沃斯論壇 那麼2024年的夏季達沃斯論壇在哪兒呢 在大連 所以中國就是代表的經濟發展 大家關心中國就是關心全球的經濟發展 和自身的經濟發展 關心美國就是安全的問題 美國因為是個攪局者嘛 美國到哪兒哪兒就不安全 所以就很明顯 從衛星頭就可以看出來 而且美國這個經濟呢 也叫人操心啊 大家知道最近波音飛機一系列的出事 這個撞那個那個撞那個 還有個飛機沒人撞 他自己出事 誰呢 布林肯到達沃斯論壇回不來了 留在瑞士 為什麼呢 他的專機波音737出現嚴重的故障 修理一下修不好 好 他從達沃斯回不了美國 換一架飛機 回美國去 那麼我們有多少挑戰呢 有短期的和長期的 世界經濟論壇呢 有個2024年全球風險評估報告 我們看短期的啊 我們長期不說 第一是虛假信息 第二是集穿天氣 社會兩極化 網絡不安全 國家間的武裝衝突 啊 那麼長期的啊 大家看也是類似 但是排的順序不一樣 那麼這回李強總理呢 到瑞士 給了瑞士一個大禮 讓他們免簽來中國玩 你是讓中國人去 外國人到哈爾濱來 你到中國免簽啊 你到瑞士能免簽嗎 沒有啊 然後李強總理又到了這個阿爾蘭 阿爾蘭又給了免簽 你看現在德國 法國 義大利 瑞士 阿爾蘭 到中國都是免簽 這張牌啊 西方不敢給中國出 你想為什麼 但是中國出了 這就促進了中國的旅遊業 所以瑞士旅遊局 想吸引中國人去瑞士 那你簽證沒有優惠 你也沒有那個冰雪城 人家怎麼去 所以人家大家都願意去哈爾濱 這是看李強總理在火車上 去波爾尼的路上 就跟這個瑞士的領導人 一會兒談話 而且瑞士在中國研究所啊 醫藥的研究所都放在上海 雀橋啊 什麼ABB呢 放北京 也有多項的合作 另外呢 汽車可以看出來啊 全球汽車 現在比亞迪的銷售呢 超過了特斯拉啊 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而全球的新能源汽車 像這個菲律賓 33%來自中國 泰國79%來自中國 馬來西亞28%來自中國 印尼29% 俄羅斯91%啊 但歐盟還很少才8% 所以將來這方面 還要加強努力 那麼去年 一年我們經濟上 取得很大的成績 第一個是GDP增長了5.2% 然後全球的經濟 我們中國對全球經濟貢獻是30% 很重要對老百姓來說呢 人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 關鍵是恩格爾係數 人們吃飯的錢 第一次少於了30% 但是我們還有很多困難要克服 大家一起加油 好 下週見